这一年,各行政区 刚刚这是2020年,就登这一年,各行政区 好,所以我把这边设成各 只有2020年 然后呈现出它的 死亡人数,好,这是2020年 但是,但是真的很多人很喜欢做比较 做比较,就是说他想要呈现2020年跟2019年 好,那这两年因为同期比较,对不对 这是一定要会做的,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然后勾2019跟2020确定 然后请把年放来这个地方 所以是不是就有2020跟2019的差别,对不对 你看这个资料表,各位应该很 就是很频繁被看到,这应该是 我们好像一定要做这张资料表给长官看 可是大家就比较不会去做这张图 那你看一下,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是 就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2020是这个橘黄色 那万华区,人口数,死亡人口数是在增加的 还有内湖区,对吧 那就是,就是在这12个行政区里面的表现 好,也就是说,万华跟内湖区是 是跟同期比较的话,是高于2019年的 可以吗 其他10个行政区都是比较偏低的 好,以上 这是同期比较,不能不会做 可以吗 好,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一张同期比较 因为一定要教你视觉化